有个孩子放学后 在客厅里玩篮球 不慎打落书架上的一个花瓶 孩子慌忙用胶水 把碎片粘起来 胆战心惊地放回原位 当天晚上 母亲发现花瓶有些变化 就问孩子 是不是你打碎了花瓶 孩子灵机一动 说有一只野猫 从窗外跳进来 碰到了花瓶 母亲很清楚 孩子在撒谎 但他没有说什么 睡觉前 母亲从抽屉里拿出一块巧克力 递给孩子说 这块巧克力 讲给你 因为你运用神奇的想象力 杜赚出一只会开窗户的帽 以后你一定可以写出好看的侦探小说 接着 他又在孩子手里放了一块巧克力 这块巧克力 讲给你 因为你有杰出的修复能力 裂缘合得几乎完美无缺 母亲又拿出第三块巧克力 说 最后一块巧克力 代表我对你深深的歉意 作为母亲 我不应该把花瓶放在容易衰落的地方 希望你没有被砸到或者吓到 孩子听了 羞愧地低下了头 从此以后 他再也没有撒过一次谎 这是比惩罚更深刻的奖励